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邻居刘姨 超能感 经营着一个棉布店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店里做活 晚上十点才回家 她手也巧 做什么都好看 我们每次从她那儿改衣服做被子 回来都赞不绝口 当时小镇上大概有十几家棉布店 她家人气最旺 照说这么聪明能干 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吧 然而并没有 她家的房子破烂不堪 窗户玻璃从来没有完整过 吃的穿的用的都远不及普通人家 她一直想换个大点的铺面 也始终没能如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她家一直是负债状态 很奇怪 每次省吃俭用攒钱还了债 就会发生要花更多钱的坏事 家里被盗 老公车祸 儿子捣蛋打坏了同学 她自己重病求医 每回她家出事 人们说起来都是一个字 邪 有个孙命的 说她财运虽好 但八字太凶 容易破财 所以注定过不好 我那时小 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有的人心灵手巧 吃苦耐劳 勤俭节约 日子却那么凄惨 直到今年年初 我听说刘姨的儿子盗窃入狱 她四处求人帮忙 却无济于事 很多往事重新浮现 我才终于有点懂了 她儿子小时候也很聪明 但不爱学习 经常逃课 几乎不写作业 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孩子 老师喊刘姨去学校沟通 她说店里一堆活等着 去不了 老师去家房 她总是不在家 有一次老师等到晚上十点多 才等到她 再三嘱咐她要管好孩子 她答应着 但第二天 又是孩子还在睡就走了 孩子睡着了才回来 她老公又常年在外地 可以想见 一个脱离了父母管束的孩子 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其实她家里 其他所谓破财的事情 也都有迹可循 家里的所坏了 她顾不上休 于是招了贼 她干活太劳累 又顾不上吃饭 所以胃也不好 眼也不好 腰也不好 关节也不好 所以刘姨的命苦 不是因为八字凶 而是她只顾眼前 忽略了长远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一个人如果目光短浅 命是不会太好的 关于时间管理 有个著名的四项线理论 说人每天面临四种事 紧急又重要的 紧急但不重要的 重要但不紧急的 不重要也不紧急的 安排好这四种事 人生才会好 紧急又重要的是 比如写毕业论文 重病去医院 老板喊你谈事 这必须第一时间去做 我们都知道 不紧急也不重要的是 比如听歌追剧玩游戏 要放在最后做 我们也知道 当然做不做得到 是另一回事 让我们迷乱的是 紧急不重要 和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顺序 紧急不重要的是 比如朋友喊你逛街 陌生人来访 手边带处理的活 重要但不紧急的是 比如读书 锻炼身体 提升技能 教育孩子 大部分时候 我们都是留意 放下了重要 不紧急的事情 去做紧急不重要的事 说起来貌似很合理 手边这么多活要做 客人一会儿就要来拿衣服了 哪有时间锻炼身体 陪孩子写作业 但事实是 如果你被紧急的事情拖住 忽略了重要的事 那么重要的是 迟早变得特别重要 特别紧急 让你不得不花费 大的多的代价去弥补 而且未必弥补得了 锻炼 保养身体 看起来不紧急 你不做 最后 烙一身病 又痛苦 又花钱 又耗费精力 教育培养孩子 看起来不紧急 你不做 最后孩子不走正路 你赚多少钱 也挽回不了 防火容易 救火难 如果你整天只顾救火 不花时间防火 那么这辈子估计 就会永远十万火急 焦头烂额 千辛万苦 却百般不如意 我有个师妹 做事认真踏实 我很喜欢 前段 她说工作不顺心 想跳槽 正好 我一个做外貌的朋友 需要助理 待遇优厚 我就推荐了她 但最后 这事儿没成 朋友说 师妹别的方面 都特别好 但她需要助理会开车 英语至少六级 这两点 师妹都达不到 师妹很惋惜解释说 大学时 忙着做兼职 谈恋爱 没什么精力学英语 更别提考驾照了 我也很惋惜 不能说她不对 也许当时 兼职赚钱 投入恋爱 对她来说 确实是紧急的事 考六级考驾照 虽然重要 但不是必须 所以暂缓去做 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显然 这个选择 影响了她的发展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投入到了 紧急不重要的事 就没办法兼顾 重要不紧急的事 而很多时候 正是重要 但不紧急的事 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那么如何判断一件事 是重要不紧急 还是紧急不重要呢 我有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想一下这件事 对你十年后的人生 有没有影响 大学兼职 确实能赚点钱 但这点钱 对十年后的你 无足轻重 而学英语 考驾照 却会对之后的工作 有很大的影响 同样 现在多接待一个客户 多做成一单生意 可能也不错 但十年后 这份钱 也没有多大意义 而有没有保护好健康 培养好孩子 却会影响你一生 所以 人要学会 掌控精力的分配 别被眼下 貌似非做不可 实则燃病卵的事情牵制 腾出更多时间 去做关系长远的 真正的大事 去读书 去锻炼身体 去规划未来 去提升技能 去教育孩子 如此 你的人生 才会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轻松 有个故事 说某人在很吃力地 锯木头 旧的没锯完 新的又送来 越对越多 不断加班 朋友提醒他 你的锯子炖了 所以效率太差 磨力再锯吧 他说 工作都做不完 哪有时间磨锯子 朋友问 那你什么时候磨呢 他说 等我锯完所有木头再说 我们一定一定 不要做这个 锯木头的人 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那不知道 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是先处理重要的 还是先处理紧急的呢 那当重要和紧急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 舍掉紧急的 坚持去做重要的 这样 我们的人生 才会发生质的改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你关注 微信公众号 一星期一本书 在这里 你将会阅读到 更多的美文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也可以关注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今晚九点半FM 在这里 我会每天晚上 陪你阅读 好了 今天就是这样 期待我们的 下一次相会 你说的话 我都相信 说的好听 说的甜蜜 你说的每一句 我都相信 我都相信 为了爱情 是了聪明 听你的话 闭上眼睛 这个梦 多美丽 让它继续 你爱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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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确定 也许你只把爱当游戏 我却没那么聪明 你说的话 你说的话 总那么好听 你爱不爱 你爱不爱 我不想决定 我会关掉你送的手机 然后静静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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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眼睛 感谢观看